Hello大家好,我是吉弟 双双11马上就要来了 我相信很多朋友都打算在这个时间点选过一台相机 用来记录生活或者是进行视频创作 所以今天这个视频我会跟大家再次的盘点一下 2021年括弗到目前为止 最值得购买的10台Vlog相机 我会在明年的6月份再次更新类似的相机盘点视频 所以如果你喜欢我的视频风格的话 也可以考虑订阅我的频道吉弟手机 不错过后边的更新 第一也是最重要的 一台相机它能被称为Vlog相机 必须要满足一些必要的条件 比如说要有翻转屏,防抖要好 自拍的视角舒适以及有自动对焦 第二你需要明确你的使用场景和预算 不要一味的追求一台完美的相机 因为这种相机它是不存在的 如果你在两台视相机之间犹豫不决的话 可以看看它们都有哪些缺点 看看你更不能接受谁 最后我推荐的这所有的相机 除了一些刚上市我还没有买到之外 其他的都是我长时间的真实的使用过的 有的是我自己花钱买的,有的是我租来的 所以我可以对我所有的观点负责 大家可以放心的观看 运动相机其实是很适合初学者使用的一种Vlog相机 因为它的价格相对便宜 使用起来也简单 小小的体积也更便于鞋带 不过因为体积小 一般都不能进行光学变焦 画质的表现也要跟手机差不多 所以我认为选择运动相机的时候 你首先要关注的是 这台相机所能提供给你的不同一传统相机的拍摄体验 到底是什么 而不是说它的画质到底有多好 这一点非常的重要 Awesome Pocket 2 依然是目前最适合新手使用的一台Vlog相机 大家应该经常会在各种综艺里看到它的身影 因为它用起来真的非常的方便 即使是在那种人很多的地方 你也可以非常轻松的把它拿出来进行拍摄 不会有什么压力 它的云台也保证了即使你是一个天生手朵的人 也可以把画面拍的非常的稳 而且二代新增的这些配件也让这台相机具备了很多生产力工具的属性 这个相机我已经用了差不多有一年多时间了 之前还用它做过一个月的这种日歌 我非常喜欢这台相机 如果你对它有兴趣的话 有两点需要注意 一是因为它的屏幕是很小的 所以你就很难用它进行一些精巧的构图 回看也很麻烦 它就更适合这种简单的拿起来就拍这样的一个使用方式 第二就是它的云台的结构是比较脆的 也是比较怕摔 所以用Pocket的话你要比使用其他相机要更小心一些 如果你像我一样比较大条的话 我建议你买一个DGR Care GoPro10虽然相比上一代的提升不是那么的明显 但是它依然是你现在能买到的综合拍摄能力最强的运动相机 而因为有了前置自拍屏 用它拍不到也会非常的方便 这一代因为升级了芯片 整体的操作体验也得到了很大提升 虽然还是有交互上的一些小问题 这个产品已经发展了十多年了 所以你能买到的这种 关于它的这种拍摄配件是非常非常丰富的 这个也是其他的运动相机很难比肩的 当然它的价格也是同类的运动相机里面最贵的 所以如果你的预算不多的话 其实GoPro9是一个性价比更高的选择 我的这个视频拖了这么久才发有一个根本原因 就是我在等大江的Action 2 结果没有想到我这么快就拿到了 详细的评测视频我会在后面去制作更新 但总体而言我是非常喜欢大江这一次的激进的尝试的 虽然从这个拍摄能力的层面 Action 2比GoPro10还是会差一点的 但我一直以来的观点就是 运动相机比的不应该是画质 而是便利性 而这次大江设计的磁吸系统 可以说是完胜GoPro 我已经迫不及待的想要带着它出去拍Vlog了 如果你想要正儿八经的拍一些视频作品的话 卡片机依然是现在最适合的选择 因为它有更好的画质更大的屏幕 不需要考虑镜头的搭配 携带起来也很方便 非常适合用来进行日常的记录 那今年我给大家推荐了这两台卡片机 我相信大家应该都很熟悉了 佳能GCX Mark III和索尼ZV-1 听说他们俩前段时间还举行了一场婚礼 说实话这两台都是很不错的Vlog相机 ZV-1的画质好性能强大对焦更迅速 佳能GCX则拥有更好的防抖和操作体验 我之前是使用这个ZV-1更多一些的 直到前段时间佳能GC Mark III发布了一个新的固件 这个固件中新增了一个叫做Vlog拍摄的功能 可以让这台相机原本被大家诟病的对焦问题得到极大的改善 这个真的太爽了 所以我又叛变了 我又重新回到了佳能GCX的怀抱 可能是因为我的第一台相机也是佳能GCX 我会认为用这台相机拍不到的感觉就是会更好一些 开机迅速 支出的颜色很好 触摸操作也很便捷 虽然它的画质比不上ZV-1 但它确实是让我记录下了许多有意义的瞬间 让我更想用它来拍视频 只不过现在这个相机它有点一级难求 不是缺货就是涨价 那句话怎么说来着 就是买到就是赚到 当然如果你的这个视频类型 更多的是固定机位的拍摄 对这个画质和对焦有更高的要求的话 我觉得ZV-1会更适合你一些 接下来我们聊一下进阶的视频创作 如果你想要做一些正儿八经的视频节目的话 比如说评测 教程 美式分享等等 卡片机可能就无法满足你的需要了 你可能需要提高下你的预算 考虑选购一台半画幅的无反相机 那这个领域的话我有两台相机可以推荐 一台是我现在正在用来拍摄的索尼ZV-10 另外一台是我手上的这台相机的第二代 也就是佳能的M50 Mark II 这两台相机某一看其实很像 价格差不多 大小也差不多 也都是测翻屏 不过M50比ZV-10多了闪光灯和取景器 而ZV-10的4K拍摄能力要比M50强很多 这两台相机怎么选其实很简单 如果你的视频类型大多数是这种固定机位的口播内容的话 我推荐你选择索尼ZV-10 然后搭配一个大光圈的电脚镜头 就可以获得一个非常不错的画质了 而且这台相机也针对视频拍摄加入了许多特色的功能 比如说更大的录像键 产品展示功能 USB串流直播 美颜等等 但是如果你的视频类型经常需要在户外进行手持的拍摄 甚至需要经常面临各种突发的拍摄情况的话 索尼ZV-10就不太适合你了 因为它的防抖其实并不是特别好 而且它的菜单操作起来也不如佳能反应那么迅速那么的顺手 佳能M50 Mag II虽然它是一个二代的产品 但它其实跟一代在硬件上没有什么提升 更多的是一些软件功能的优化 其实是佳能的一个挤牙膏的产品 我推荐它的理由就是它是一台很务实的相机 如果你追求这种电影感的画面呈现 我觉得你可以跳过这台相机 但是如果你想要一台很顺手的拍摄工具 或者说你没有那么多的时间去研究使用一台相机 而是想要直接拿它来去创作去拍视频的话 M50其实很适合你 关于全画幅相机的话 我还是劝大家谨慎的选择升级 我的经验就是对拍照片而言 从半幅升级到全幅提升是很明显的 但是对拍视频而言 这个提升的感觉就要小很多 但同时你会发现全画幅的相机 比残幅相机体积大 镜头大 价格贵 这都是你为了获得更好的画质所要付出的代价 如果我的丑话说完了你还是心心念念的想要全画幅的话 我就不劝了 给大家推荐两款值得考虑的全画幅相机 第一台是我自己在用的松下S5 这个相机的优点有很多 比如说直输的颜色很棒 可以进行不限时的4K拍摄 支持各种进阶的视频格式 防都好 暗光的拍摄好 套头的焦段可进可退 屏幕显示的效果一流 触摸操作也非常的便捷 而且松下时不时的还会给它免费的更新一些固件 来解锁它的一些新的拍摄能力 这个真的非常的良心 这个相机有两点不足 一个是它的镜头群相比其他的相机品牌要少一些 但是其实也慢慢的在发展 第二就是它的对焦的效果 其实达不到加能和索尼的水平 但其实也没有那么糟了 日常使用的话其实是完全可以接受的 那除了套头之外 我自己还买了一颗试马的35mm f2.0的这样一个镜头 用来拍照片 我自己的很多视频封面图都是用这个镜头拍摄的 我刚才查了一下这个相机的套机的价格 比我买的时候还便宜了一些 性价比真的挺高的 那第二台给大家推荐的相机是索尼前段时间刚刚发布的 A7M4 这个相机因为要到11月下旬才发售 所以我其实还没有体验到它 但是鉴于它的上一代产品 A7M3是一台很受欢迎的产品 我觉得M4应该也会卖的很不错 这个相机让我比较期待的地方有以下几个 第一是升级了全新的投降传感器 可以实现从7K超采样到4K的画面录制 可以想象它的画质表现应该是会非常非常的棒 第二就是终于把M3的上翻屏变成了侧翻屏 而且终于把A7S3的那套触摸操作菜单给加过来了 这个可以说是造福老百姓过年了 第三就是它的直播串流功能可以达到1080p60帧的规格 这个参数其实已经足够进行日常的直播了 可以帮大家省掉一个买采集卡的钱 不过让我比较担忧的就是 HM4的这个机身防抖应该还是不太行 因为发布会的时候官方也只是强调了 你可以用它的这个陀螺依增稳 这个具体的表现是什么样呢 还是要等我拿到这个相机之后 跟大家详细的分享 那如果你看完了上面的推荐的这些相机 还是拿不定主意说我到底该买哪台相机的话 我会建议你先不要急着去花钱买相机 可以先用自己的手机拍起来 这样的话不仅前期的投入是 也会让你准确的读清楚 拍视频的时候你真正需要什么 是画面感是收音效果还是便携性 也可能一台手机就能满足你所有的需要了 那如果你决定使用手机拍摄的话 我比较推荐你选择使用iPhone 我自己使用的是iPhone 12 Pro Max 选择使用iPhone 首先是因为苹果在视频拍摄这个领域的 技术积累确实会更强一些 比如渐渐轻松的这个电影模式 在某些时候甚至可以一架乱真 再者因为iPhone的市场占有率比较高 所以当你在使用它进行拍摄的时候 可以很方便的找到一些第三方的辅助拍摄配件 或者是第三方的App 这都会极大地去提高你的工作效率 手机的画质当然还是比不上专业的相机 但是手机的便捷性是任何的相机都不能比的 比如我今年的许多Vlog作品都是用手机拍摄的 对我而言都非常的珍贵 我也没有因为觉得它是用手机拍摄的 就觉得它不好或者说是无法作为一个素材来使用 相反我相信未来一定会有更多的人 选择使用手机来进行视频创作 因为它真的太方便了 OK那以上就是给大家推荐的所有的相机了 你决定买哪一个可以弹幕告诉我 打一个小广告 如果你买完了相机需要一些辅助的拍摄配件的话 可以在淘宝按店铺搜索GD手机 来逛一逛我们的官方店铺 你可以在这里找到非常多实用的拍摄配件 比如说三脚架、麦克风、补光灯、电池、收纳包等等等等 这些配件都是我自己平时做视频的时候再用的 都非常的好用 大家可以放心的选购 如果你有任何关于相机选购相关的问题 也都可以在这个视频下给我留言 我都会看 再次的感谢大家对我们这个频道的支持 感谢 视频的最后我想跟大家聊一些 我观察到的相机市场的变化和趋势 首先大家应该也发现了 今年的相机推荐清单 其实跟去年的重合度其实挺高的 我当然其实也想跟大家推荐一些新的好用的相机 但其实无奈确实没有 这个其实也侧面反映了Vlog相机相比 两三年前已经逐渐趋于成熟了 更新迭债的速度也变慢了 这个其实也是一件好事 因为你不用担心现在买了相机之后 很快厂商就出了新的 你的这个就过时了 第二就是因为疫情的影响 芯片缺货也导致了一些相机的缺货或者涨价 这个确实让人很难受 那除了等相机恢复生产之外 我觉得大家其实也可以考虑一下购买二手相机 我也在想 是不是可以制作一期关于二手相机的选购教程 帮大家去闭一些坑省一些钱 那大家如果有兴趣的话 请弹幕告诉我 第三就是我个人比较期待的两台新相机 一台是佳能GCX Mark IV 我预测它可能会在明年的下半年发布 我希望它可以在画质和对焦方面 有一些进一步的提升 能达到DV1的水平 然后就是松下G16 它虽然是一台43画幅的相机 但它真的是我最喜欢的一个视频机系列了 我的G15已经用了快四年了 现在还在服役 我真的很期待G16的到来 最后我想跟大家说的是 选择一台适合自己的Vlog相机 比追求那些夸张的性能参数 或者是品牌光环有意义的多 因为相机本身上就是一个工具 用起来衬手才是最重要的 希望大家都不要被设备束缚 不要纠结自己的相机 是不是不够新不够好 用它去多拍 多去表达 多去创作对自己 对别人有意义的内容 我觉得这个才是对一台相机最大的尊重 那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了 不出意外的话 我会在明年的6月份 再次的更新这个视频系列 向大家推荐好用的相机 那我是吉地 感谢你耐心的看到了这里 我们下次再见 拜拜